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名生殖器官在阿富汗被炸的年輕美國退院軍人 已接受了世界上最大面積的陰莖移植手術 今次具有高度實驗性質的手術歷時十四個小時 這次的診施是一部分肩膀的壁 是整個腰臀和整個腰臀 所以我們真的會把腰臀和腰臀 我們看過患者的症狀 我們把腰臀的症狀發出 醫生說這名病人恢復良好並預計今週出院 李明要求匿名的患者預計將會恢復避療功能 並且最後恢復性功能